大家好 我是小乐 昨晚又一场红毯热闹非凡 这场活动上真的是看到了好多久违的电影人 这次真的是都坚持真装真打真放火 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的动作戏 谢霆锋一亮相 感觉舞台都散发着星光 这次的发现 这次的发现好独特 换个人可能真的就杀马特了 但谢霆锋的脸配上这个挑染的白发却又酷又帅 歪嘴笑也是有点绝 一瞬间我有点分不清这是谢霆锋 还是他的爸爸谢贤 同样都是墨镜 扎发 立体的五官 冷酷的表情 把墨镜摘下来之后 就发现了谢霆锋的小心思 一侧收了一个白色的小辫子 另一侧搭配了长耳坠 一高一低 错落有致 再搭配上墨镜 还挺朋克的 发型和耳坠的设计 完全打破了西装的正式感 虽然是西装三件套一个都不少 版型也是正式得体 但组合上这个发型 就是显得一个桀骜不逊 与上次红毯相比 这次男神状态很不错 看不出什么疲惫感 上次看到陈冲 他穿了一双旅游鞋来走红毯 黑色的简约华丽被旅游鞋完美破坏 整体显得不和谐同时还有点嫌矮 但这次就不一样了 仿佛是陈冲的主场 我看到他就觉得眼前一亮 黑色吊带裙简约经典 胸前的褶皱花形增加了层次感 补梗上没有任何装饰物 只留一对银色的小耳钉增加贵气 把整个人衬托得精致又高雅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礼服的上半部分加下半部分 全都是透饰 对于62岁的年龄 这件礼服选得可谓是足够大胆 如果穿不好就容易很俗气 而陈冲具意外高级 原因来源于虽然是透饰 但薄纱上增加了大量的钉珠 刺绣 让透饰变得四有四无 近处看或者选其他角度 就是一件黑色的礼服 而离远一些或者正面看细节 才会发现它的透视效果 同时礼服收腰 放摆 拖地 对身材的修饰也很有好 让陈冲纤细又精致 一旁的冯小刚状态还可以 这些年没什么太大变化 慧英红老师穿了件简单的红色礼服 大V灵减少了袍子的随意感 显得端庄而随意 断面的材质若隐若现地发出光泽 显得整个人贵气满分 耳钉项链全选择小小的款式 很各自地为光泽感礼服增添精致度 银色正好让艳丽的红色变得更加克制 这才是真正的好品味 前段时间 慧英红与倪大红逛夜市备拍 两位六群老人竟然还传出绯闻了 事后刘晓庆还问慧英红 有没有在拍戏过程中产生情愫 会不会跟倪大红结婚 这个问题的答案 看慧英红的眼神就知道了 此次出席红毯 慧英红跟倪大红再度合体 并没有因绯闻而避险 可见此事完全是无稽之谈 张子峰今晚的造型很惊艳 这条修身吊带裙将她肩颈和腰线 展现得淋漓尽致 深色点缀的珍珠又给她增加了一些优雅感 跟以往的小女孩形象相距甚远 好似一条白尾美人鱼 而裙子背后全部露空 张子峰大秀美背 让小乐不由感叹 这么光滑的背 多适合把火关啊 将张子峰以前的红毯 造型跟如今做一个对比就能发现 比起颜值 其实一态和一品对人的影响更大 玛丽并没有跟沈腾一起走红毯 她穿的是一件黑纱裙 用泡泡袖遮挡了手臂 但总体还是显得有些臃肿 该说不说 玛丽和沈腾都进入了膨胀期 沈腾日益发福 玛丽也逐渐向甲林靠拢 难道喜剧人的归宿都是一样的吗 但礼服选择了收腰的X型 直接袖子的纱与裙子的纱混在一起了 原本很纤细的腰部也变得宽了很多 直接横向拉宽了身材 周润发与沈腾的这张自拍有点可爱 68岁的周润发当出场真的有惊到我 感觉和从前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一点没变 也许是常年健身的结果 他最近还被拍到过在外滩跑步 白色本身会显年轻 一双高帮帆布鞋瞬间显得青春少年 会比皮鞋更有些生气更自然感 泼墨设计的小高领衫 搭配一条项链增加层次感 整体搭配很简单 一调 但也很舒服 整体穿搭也会增加人的牵合感 沈腾跟昌能一家人剧组一起走红毯 几天不见 他又胖回来了 整个人显得很没精神 衣服也有点不合身 看起来状态不佳 不过沈腾不愧是长在观众笑点上的男人 干啥都自带喜剧色彩 合照是直接被挤出人群外 让现场媒体哄堂大笑 文友山这一套真的是用心全是复古二字了 装发礼服全到位 和他本人给人的感觉很贴合了 能看得出他的用心 是真的美了 陈飞宇这个站姿是真的够挺拔 好似占君子啊 不过陈飞宇的黑眼圈有点明显 疲惫感尽显 这套平平无奇的西装看起来也不合身 王一博的侧脸是真的好帅气 有棱角的脸和猴杰看起来真的好酥 不过正面一看有点回到之前包子脸的感觉 看起来奶蒙奶蒙的 真的很想问是谁给他选的西装 整个一个土味穿搭 陈衣怎么还是黑色波点的 皮带简直没眼看 不看脸的话真的以为是村干部去开会啊 有惊羡两个写眼包 这是在红毯上啊 两位书圈大佬 稍微表情控制下啊 感觉于何伟的老花眼已经藏不住了 瞇着眼睛的样子是有点老人味了 虽然不承认是自己是书圈的 但雷佳音这个老干部的气质更是藏不住 举手头足间都透出了一股成熟的气息 尤其是这个大头 是真的显眼啊 王宝翔的蓝色西装是真的好显黑了 发型还是蛮帅气 就是这个眉毛实在是太好笑了 好似大姨啊 吴京一开始一本正经 露出标准的笑容 在被主持人发现又在控场的时候 吴京这翻白眼的表情包又出来了 也是有点可可爱爱了 也是有点没想到啊 吴京这一笑 人都吓跑了一半 这个猙獰感咋跟他拍的巨石杀一样啊 真的是迷之相似了 郑凯已经受回到原来的好状态了 笑容自然清爽 倒是含更有些一言难尽 略巴腐的他笑起来略显油腻感 双下巴也是肉眼可见啊 史册 王浩这对热门CP也来到现场 从喜剧大赛的舞台上走进影视圈 他俩也是挺有代表性的 不过跟同场其他明星比起来还是差了点欣慰 半路间 下半部分开叉的设计 原用以礼服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为了让黑色不沉闷 还增加了大量的路幅度 让礼服看起来更清爽 但为什么要披着头发还放在一边呀 本身礼服就有细拨梗带的设计 附近还有银色长项链 再加上头发 很容易显得脸部周围很满 有一种拥挤感 同时会将人的视线全部吸引到肩膀附近 有一种横向显胖的错觉 可能是为了让视觉平衡才会把头发放在一侧 但我个人觉得将头发扎起来效果更好 清晰地露出精致立体的五官 本身就是袁咏仪的优势 让礼服的不对称感发挥到极致 银色的耳钉增加层次 反而显得更加个性 对于本次红毯造型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